大家好 我叫朱丽莎 今年23岁 来自上海 现在在普通机场做安检工作 我的爱情缺言员是 想发着我的美吗 就用你的真诚来打动我吧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上海的DK 今年26岁 自由职业 我的爱情缺言是 你来自云南原某 我来自北京州口 牵着你毛绒的小手 爱让人类直立行走 接下来认识今天的 各位小伙子有请 陈丽于31岁来自台湾市 行销企划 大家好 我叫陈丽于 今年31岁 来自中国台湾 然后我的爱情缺言是 我不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但我会是世界上 对你最好的男人 你那体板上面 画的那些鬼是跟那些什么东西啊 写的是法语叫 CELAVI 什么词 CELAVI CELAVI 对 这就是人森 对 这是一个人森 这是你的人森 他的表情特别可爱 人森的表情 这是人森啊 有才艺吗 我今天带来一首那个 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 我干杯 你随意 这是个残酷的戏剧 我的人生 早留在你那里 我却还要故作潇洒地 我的情贴是你的西天 你要我具备 我只能挥进我的崩溃 再长的都知道 你我曾那么好 如今整颗心都碎了 你还要我微笑 很好 谢谢 来 欢迎 唱歌的时候呢 我跟罗老师使劲在观察 看他有可能唱给谁听的 还真没看出来 来 那现在请选择他的号码 这个 是 五 那这样 再按一下电脑 看电脑为你配出这个女生又是谁 好 各位 男嘉宾音响 男嘉宾你好 你真的有三十一吗 对 我有三十一 我的那个财报证现在在后台 可以私底下再拿来给你看 三十一的话是 真不像我觉得 真是是几几年的吧 一九八一 八一年的 我们是看不出来吗 真的看不出来 而且皮肤都超好的 男嘉宾你有一张娃娃脸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何种啊 我刚才表演财的时候 我内心很躁动 我特别希望你也有眼神的交流 然后很失望没有 我不太清楚你刚刚说的那个艺人是谁 不过我来到上海 就是在我们那儿类似 有点像吴宗宪这样的一个娱乐 但是有上海朋友说我像李晨 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男嘉宾我觉得穿得很潮 你不穿袜子的 穿的 穿的穿型袜子 穿的在里面 就是那种看不出来的 但是我还有问题就是为什么 就是衬衫里面要穿T恤呢 还要露出一点来给我们看到 因为现在是上海冬天 我有点冷 我都穿成这样 就没袖子 人家是台湾 还在适应这些气候 对 台湾到上海了 确实上还比较冷了感觉 男嘉宾你好 就是他们都说你穿得很长 但是我感觉你的裤脚好像有长短 有长短 对 就是一个长一个短 可能没有穿云衬吧 有可能 是不是你们又穿了一条秋裤吧 对 因为我里面穿了一个 你们说的秋裤 就是很冷嘛 你们居然连他穿秋裤都看出来了 太厉害了 你就通过裤子的长短 能看出他穿秋裤 就感觉很 你对男人好了解 那个你的九分也不知道 七分裤我是真的不大 那个给得到啦 因为我觉得男嘉宾上来 还是像乐老师一样 穿真装是最好的 就这样的潮的打扮 不是你的塞哦 对的 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潮男 我不知道潮男是什么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男嘉宾的VCR 大家好 我叫陈立宇 今年三十一岁来自中国台湾 那今年十一月因为有个工作机会 让我来到上海 从事市场营销的工作 另外我自己在台湾 是建议一家食品物流公司 那我也希望现阶段 在上海的一些工作生活上的历练 能够有助于提升 我自己的一些能力 然后将来能够回馈家里 来到上海之后 我非常喜欢利用闲暇之后 在就是香弄堂啊 一些比较有风俗明显的地方去拍照 然后我也很喜欢用笔片机拍照 因为我觉得胶剪呈现出来的质感 跟就是一般现在的数码相机 还是有一定的落差 我一直觉得就是年轻时候的流浪是一生的养分 所以我非常喜欢自助旅游 那所以我所在澳洲就是参与打工旅游 大概接近两年的时间 然后在这之前 我也有用背包客的方式去新加坡 马来西亚跟泰国 然后我也有到马来西亚去就是 考了一个潜水证照 然后也有曾经在印度自助旅行 大约34天 我有到纽西亚去环岛 那也有参与过Sky Diving 那我觉得那对我来讲 都是一个相当特别而且难得的经验 好了 我们来翻开两个片台 了解一下男嘉宾 好 陈丽于原来毕业于 中国文化大学艺术学院 现在作为一家企业的行销计划 年薪十万 中国文化大学这牌子就好大 在台北是吧 对 在台北 在阳明山上 是台北的最高学府 什么可能 纬度最高的地方 对 游历过七国 这个有很多旅游去世 跳过伞 还受周星驰的影响 这跳伞是因为受周星驰影响 不是 他刚好写在一起 周星驰是因为我们就是 小时候就是在念书的时候 看他的电影 对 看他的电影 所以就是一些 一些他的用字啊 无厘头的这些文化 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段 有记得吗 其实蛮多的 在那个威龙闯天关里面 有一个桥段 我常常演给我朋友看 我不晓得你们各位有没有看过 就是他就是在一个公堂之上 他就说 告什么 告张彪的儿子张小四 把陈大强的儿子 陈小强的左手的小指的指甲打断 那个大人就这样 伤得很重啊 大人 可是我儿子死了 大人 人都会死的吧 之类的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刚刚我听到你 你学了那个潜水 因为我在学能百里挑战上 也受了我 也做了一个 去考了一个证吧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为什么想选择这个 然后你看到那些什么 哪些动物 好 潜水是因为 我那时候离开澳洲的时候 有这个机会 然后我到马来西亚 因为他刚好有一个这样潜水 提供潜水证照的考试 那我觉得既然要去体验潜水 不如就直接考个照这样子 然后那 我觉得潜水对我来讲是一个 很特别的经验 因为即便我从这么高的飞机上跳下来 我都没有感觉我这么近距离的 感受到死亡 可是在潜水的时候 因为要考照有很多的一些 技巧要做训练 然后当我一个人在水底的时候 有教练带着另外一个学员上岸 去做其他训练的时候 我就深切的感觉到 就是在水底 就是你突然就是离开了或什么 都不会有人知道 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就是 感觉非常的特别 就是第一次有感觉离死亡 你的感觉是对的 因为人们 人类啊 用了很短的时间都已经征服太空了 但是却没有征服水下的几百米的时间 对 人家说就是 如果说有这种经历的话 脑子里会闪现一些画面 我想问一下 当你在最危险的时候 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想赶快上去水面 就是没有那么特殊的 因为我本来也以为 就是因为我在新西兰的时候 除了高空跳伞之外 也尝试过类似高空弹跳的活动 然后那一瞬间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什么东西 就是脑中一片空白 可能是真的要死亡之前才会有吧 那你除了说你在旅行时候遇到的一些 这些有趣的事情之外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的事情啊 有我在澳洲打工旅游的时候 有就是遇过很大的水灾 因为我们在那个水灾现场 有20个同事被困在一个就是房子里面 当我们下水之后 就是我们三个男生拿着一条绳子 然后那个水已经淹过桥面了 然后我们就一人拿着绳子一段 要过那个桥去把我们的同事接回来 但是我们一下桥的时候 后面的老外就报警了 然后警察到现场以后 就问岸上的女孩子说 请问你认不认识那三个亚洲人 然后那三个女孩子就 然后她说请你一定要告诉我们 就是你认不认识他们 因为他们会被水冲走 他们被冲走的话他们就会死 我们就要下去救他们 我们也会死 所以我很希望你告诉我 你认不认识他们 然后最后我们就是徒步回来 是没有出现什么状况 但是后来就是当把那20个同事 从那个从那房子救回来以后 就多了三对情侣 所以我更相信患难见真情 结果你没夺 是 我没夺 好 来我们为男嘉宾来投票 如果要支持他选择他请留牌 好 继续翻开后两张不公开 人类于谈过四次恋爱 谈过一次很长的恋爱 偶尔浪漫 现在呢他喜欢找这叫 郭彩杰型的女生 可爱并且健谈 很长 是多长 大概十年左右 谈了十年恋爱 竟然没有结果 我特别想知道 一个十年的恋爱都坚持下来了 双方彼此的包容理解 都应该没有问题 难道是厌倦不成 我觉得就是十年的时间 其实已经证明两个人 是相当适合的 但是我觉得是我自己心里 一直会有想要坚持一些 心里想象中的完美 去把一些其实 没有那么完美的地方扩大 所以就是造成了这样 最后一个满感伤的结果 那也因为这一次的感情经验 就是让我成长很多 你后悔过吗 是我后悔过 那没回去再找他 是我尝试过 但人家不原谅你了 是 我没太听明白 你刚才说了那么 很长的一段复合句 女人都听懂了 女人都听懂了 男人没听懂 那我补充一下 就是 就是 一本是之前是这样的感觉 就是可能也透过 这一次的恋爱经验 就了解到 就是说 其实 事实上没有完美的 那 就是要珍惜 现在的感情 跟珍惜 现在的当下 那就是要好好珍惜 男嘉宾 如果你现在跟一个女生谈恋爱 你会不会还想着 因为确实十年嘛 这是我蛮关心的一种 你的十年恋爱会给很多女人造成她的心理的不安定感 因为她这个十年呢 我靠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挤着你那个空间的 就是把过去的一些想法跟经历都告知对方 那自己会不会 自己会不会影响到 我觉得 因为事隔两年 我觉得我现在也比较希望是能够 往前走 那男嘉宾 如果你再谈一次恋爱 你觉得谈多久才能比较了解一个人适合结婚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当下 似乎当下的感觉 或许在我很多经验里面 就是结束这么长一段时间的感情 可能下一次就是很短的时间就结婚 那 我最大的不理解 因为你的三十一岁 前面这个十年恋爱 至少你也是从二十岁谈到三十岁左右 这期间为什么没有考虑过结婚 年轻时候的自己 其实没有很向往婚姻 而且也没有很相信婚姻 可是我完全好像跟你感觉就是不一样 因为从你喜欢的兴趣爱好来看 你喜欢跳伞 然后喜欢 你会去尝试这种刺激新鲜的东西 所以你那可能十年没有坚持下去 是你骨子里其实还是想追求 就比较好奇 然后很多东西你不是甘于平淡的 不是特别想要平淡的生活 我比较担心说你婚姻生活 可能十年二十年 就是永远就是这样平淡的 你能坚持下去 因为很多人有一个非常 我自己认为是一个比较错误的观点 就是说你谈恋爱是新鲜的 一旦结婚就稳定 我跟诸位说 没有一件事是真正可以结婚定下来的 人无时无刻不再发生变化 即便你结了婚 就变化同样是有的 只不过有一些女性或者是男性 他们误认为结婚以后就稳定了 所以不再发生改变 甚至自己不再主动地去追求一些变化 使得对方或者甚至使得自己 有厌倦感 所以即便你结了婚 同样要追求一些变化 只是这个变化不要触及 双方最基本的相处底线 好了 来 刚才这个问题我们似乎都一直集中在 这个十年的问题上 可能女孩子会有一些心结 不知道情况如何 如果继续支持她 请同看 现在你可以提出对女孩子的基本要求了 最多可以提三个 你能够跟我一起睡在路边的请翻牌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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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睡路边 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干嘛睡路边 好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自助旅行的人 而且我也相信就是说越辛苦的旅行 其实可以得到的东西是越多 就是你不会去预订酒店 而如不由 走到哪时候这风景好 哇 就睡下了 可能不会就是参风露宿 只是有的时候在移动的时候 可能会睡在火车站 或者甚至是睡在机场 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跟就是另一半相处 不会这么 不会这么刻苦 我只是想要强调就是说 我希望就是另一半能够和我一起 就是尝试去 好 来 去参加这样的自助旅行 不能够跟她参与自助游 并且在路边 路宿的 有这种可能性的 请看看 没有 好 来 继续 下一个要求 身高在1米7以上的 请翻牌 身高在1米7以上的 请翻牌 你喜欢个儿要稍微 矮一点的 矮一点 对 可爱一点 我觉得因为她喜欢 比较可爱矮小的那种 对吧 其实我跟你说 我的身高就1米72 你觉得我如果现在就是 机门女孩不穿 高跟鞋站在你身边 难道不般配吗 对啊 我觉得这有正合适啊 你觉得我跟路老师站在一块 不般配吗 我真的觉得我们俩挺般配的 这是 其实没有那么 那么还有一位女嘉宾 一直为你留牌 签订了选择你的 有请三号朱颖 男嘉宾你好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朱颖 然后今年23岁 现在在一家化妆品公司 单人行政的工作 我是上海人 我觉得可能平时我会说 我不喜欢这样 不喜欢那样 但是碰到一个感觉对的人 我就会觉得什么原则 可能都不要了 我其实还是挺喜欢台湾的 喜欢台湾的美食 然后台湾的感觉 男嘉宾说喜欢国彩 街形 很可爱的女生 那你觉得我会是这样子的女生吗 不好意思 我已经有心仪的女嘉宾 然后还是希望 有机会能够跟你做朋友 谢谢 二位握握手 做一个朋友 祝你请回 那么我手机里 你选择的这个号码 你还要坚持选择它吗 我愿意 好 有请十号欢家宇 男嘉宾你好 男嘉宾你好 在过去的节目 我有看到 你也很喜欢看美剧 然后也会废情忘事的 就是看这些东西 那我自己也有这样子的 很疯狂的经验 所以我会觉得 很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可以和你一起就是 共度这样的时光 甚至就是有机会 可以跟你更深一步的认识 然后我今天有准备一个礼物 希望能够送给你 因为刚刚有讲到我蛮喜欢拍照的 然后我也都是用古董的那个胶片机 然后这边有两卷底片 然后一卷是我这次到上海以后 然后就是拍照的一些点滴 然后我觉得就是照相都能够记录当下的一些感受 然后还有一点是空白的 然后我会希望说 能够把这底片送给你 然后将来或许我们可以就是 就是一起 就是当朋友一样去拍照 这样 首先我其实挺受宠若惊的 我自认 其实我不是可爱型的女孩子 我觉得男嘉宾这样 说我其实挺感动的 但是我觉得你前面已经说了嘛 你说我喜欢美剧你也喜欢 可是我觉得你的一些兴趣爱好 我确实不能接受的 比如说你有提到那个就是路上 跟就是伴侣一起睡在路边啊 这种吃苦的旅游 其实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特适合休闲旅游的 就是海岛那种 你懂吗 沙滩 然后我觉得男嘉宾 可能之前看过我的节目 会对我之前的感情有一些了解 我觉得你因为有一段十年的恋爱嘛 我有一段七年的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这样子的感情 我不希望我的对方 我的另一半是经历过这样感情的人 然后最后一点 我希望我以后的另一半可以在家里 跟我爸妈用上海话交流 好吧 谢谢 好吧 那肯定就这样就离开了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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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换一下一个 路老师这是男嘉宾呢 这是地场吗 你们三个回来啊 回来回来干吗 这啥意思呀 我这这丢一堆什么呀这 有人吗 我好像觉得里边有一个动物 好像小口小猫 什么啊里面是 有个动物 不好意思 啊 摇一只手 大家好 我叫祖瑞明 今年二十五岁了 我是瑞士来的 工作是家族企业第六代 家族企业第六代 对 而瑞士人一般参加什么活动 都是这么出出来的 我是 我会讲 不不不 我觉得很乖 我看到这种地毯啊 我马上想到波斯王子 是 对不对 其实这个伊朗 是一个伊朗地毯 是波斯地毯对不对 我爸爸是伊朗人 我是风雪人 你爸爸是伊朗人 没错 你妈妈是 我妈妈是瑞士人 你今天干嘛这样出来啊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家族企业的那个 家族 你是家族企业第六代 这个地毯就是你们家的 是我们家的地毯 你们家生产地毯的 没错 波斯地毯 你出名很贵的 还好吧 郭老师你懂吗地毯 我不太懂 但我知道波斯地毯 它有一个特征 它不仅是这个 它的织法很特殊 它所有的染料 基本都是用这个天然的矿物的这个方式去去去去染制 而且世界上最贵的这个壁坦 基本都是叫波斯地毯 没错 大概多少钱你能告诉我们 大概八九万回忧 八九万人民币 对 泽泽老师我去 走走走走走走走 你什么人呢你 我的宝贝小伙伴 我其实你下次我还有点特别好奇 比如说这个波斯地毯里面出来一波斯王子却穿着你身运动衣 对 你想干嘛 其实我学过一点武术 然后想表演给大家去看一看 好奇 别对我 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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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着老师说绝对是很棒 来72票 有请 来 选择一下你心仪的女生 她对这位女生有好感 有点意思 来 再按一下电脑 好了 来 各位嘉宾对她印象如何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觉得人真是要靠衣装 现在男嘉宾换了一条西装整个人就精神很多 刚才那个才艺表也确实很精彩 那个武术表演确实证明你很喜欢中国的文化 你说到那种我应该打断一下 为什么不穿中式的那种衣服来打那个棍 非要穿一件 运动服 运动服 为什么呢 其实对我来说 我刚开始学习武术的时候 对我来说是一个运动 从那时候开始学了 就穿运动服 爱上中国的那个文化了 其实我还蛮想看你穿自己国家的伊朗衣服来表演一个残衣的 下次肯定有机会 到咱们节目来的 凡是在这打武术表演的 好像都是外国朋友 真是 你发现没 没错 这个中国人好像还真没有哪个小伙子在我们这 我就脸担心再接下去 打武术的全是外国人 男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说刚才你表演的武术 在这打了一棍子的时候 然后我的心跳了一下 然后你出来 穿上这一身的衣服 charming and sharp 我的心又跳了一下 谢谢 谢谢 波斯猫 眉着她戴上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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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好你吗 他的意思是波斯猫 你长得像波斯猫 我都不知道了 那是一个好事情吗 算了算 好 嗨 一个小伙子 你好 你的环球艺术舞台 非常准备 谢谢 所以你英语也有吗 谢谢 你也有 好 谢谢 那是 好 谢谢 谢谢 动作里面能看出一种 很强大的定力 所以支持你一下 谢谢你 谢谢 你听懂了 差不多 但是那个长的那句话 可以帮我翻译一翻译一翻译 我就知道你没听懂 总的就是夸你 男嘉宾 我家乡是重庆 我教你说一句话 好 谢谢 那个渣人长得好等多 那个渣人长得好等多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这不猜不了 意思就是 这个男的长得非常帅 谢谢 刚动了 对啊 对啊 我怎么理解错了 我说他 我以为是他说 这个贼人长得好歹毒啊 全反了 而且他后面真的一句 他说高冬了 就是他明白了 我觉得他好厉害 真的很厉害 没有说高冬了 你刚刚动了 他那个音很像 他那个音很像 感动了 感动了 男嘉宾你好 你的那个才艺表演 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 杠杠的 杠杠 一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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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你也会 这个吗 谢谢 我告诉你 你刚的这句很多人没听懂 王上君就不一定听懂 他山东人 一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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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什么意思 一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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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真不懂的 再说一点 再说一点 跟他说 一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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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 听懂没有 这儿挺多 活到这儿的上海人 先不揭晓谜底 但是我们太惊恶了 他居然会说这个 太厉害了 男嘉宾你好 刚才打武说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可爱 我觉得有点像那种 孙悟空的感觉 又来的孙悟空了 对 很可爱 很可爱 我还真别小看着 萧红说这句话 今天有人在考证 那个西游记 说这个唐僧 为什么带着孙悟空 有人说他碰到了 正好是在唐代 在中国汉地的 一个波斯人 所以他就觉得 我这个长得 可能是有点 比如说毛是黄的 眼睛是什么 他觉得可能这个 孙悟空是当时很多人 对波斯人 对外国人的一种形容 好 我们来继续看他的微笑 我叫佐瑞铭 我今年二十五岁了 然后我现在在这边 开着叫公司 家族企业是卖地毯 我们做的是波斯地毯 我已经是第六代 我们公司历史一百二十多年了 现在我们家人关系 跟游泳比较好 他们会把所有的美丽的风景 和感情感觉积下来 每一块是唯一的 我是中小看着功夫片之后 开始读过中国的文化 非常感兴趣 就爱上了中国功夫了 然后十八岁的时候 决定到中国来 中国的少年寺 学了一短时间的武术 Remy是一个中国通 但是在这之前呢 也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我记得我第一次 给他泡一杯绿茶的时候呢 我看到他喝的时候呢 居然连茶也一起在嚼着 那时候我就跟Remy说 需要喝他的水 但是不需要 把那个茶也一起嚼了 通过我的介绍之后呢 他慢慢地喜欢上了 我们中国的茶道 他现在有空呢 会慢慢地泡给我们喝 Remy 加油 带了老板娘回来 来翻开两种 负责牌先看一下 董瑞铭呢 是毕业于瑞士商贸旋 是家族企业的第六代CEO 年薪 保密 在我们这儿 一般保密分两种 特别低和特别高 你属于 不可能是前一种 我觉得 应该是 对 应该可以这么说 会说六国语言 天哪 你还会说六国语言 德语 所以德语 瑞士德语 法语 英语 中文 但还有自己的本国语言 波斯语 波斯语 还会说一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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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说这话 曾经四次入住 这入住哪里 少年四 对 第一次是八岁时候去了少年四 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 然后第二次是08年的时候 08年到09年 我中文是在一年以内学的 所以可能随便不是很高 人家听懂就好了 第三次 第三次是上海社会 或者瑞士館里面 都都有 第四次 第四次是去年2011年的八月份 到这儿来了 对 那他的中文已经是进步了 非常好 非常好 希望会更好 特别爱吃糟毛豆 这个厉害 还想定居上海的蛇山脚下 你看蛇山脚下那是一般人住的吗 这让我们联想前面一条年薪保密 这可以说是一个梦想 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钱 天天努力 买下了一个房子在蛇山里面 我不太喜欢用父母的钱 或者什么样的 男嘉宾 因为你说你想靠自己的能力 在蛇山下面买房子是吧 是 那你现在的工作是继承家业是吗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靠自己的能力 就是创造自己的事业呢 你有没有什么梦想中的职业 第一个梦想已经成功了 不到中国来了开了叫公司 然后之后 当然也有了那种想法 希望这边会变得越来越发展 直到任何哪个城市 开了一些公司 对 所以你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 所以执意要到中国来发展是吗 第一个主意不是这个 我第一个主意是喜欢中国的文化 对 爱上中国的文化 然后从之后才发现 这边有一个很好的很大的机会了 所以想抓那个钱 男嘉宾我想问一下你在少林寺学武的时候就是一天的生活是怎样的 就是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有趣的事 刚开始你四点钟四点半睡醒之后你去跑步 跑步大概是到十一点钟 你回来之后 吃这种草复杂这个还算早饭了 然后就全全天就是练一些不同的套路 一些功夫 晚上只能累得要死 然后就睡觉了 他们需要那种砍材跳水来练功夫 给你看多了吧 对 就是给你看多了 有的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的水平还是比他们低刚开始 比他们低 所以刚开始没有那种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因为你是家族企业嘛 那么我想了解一下家族企业里面有没有各种压力 压力肯定是有 因为我在全家只有我一个儿 所以我压力其实算比较大 这很难见 一是要延续之前的事业 二是要传到第七代 其实压力不小啊 有一点 但是我在现在还能接受了 那我想送给你十六个字 估计你听不懂 你可以不用听 其实 可以听一下 可以猜一下 好 安不忘息 逆不惶内 微不奢依 我给忘了 飞过去了 男嘉宾你好 我是今年的二月份才来到上海 出德国过来的 然后我开始来上海 我就发现他们都在说上海话 我都听不懂 我觉得你会不会有过这样子同样的情况 有没有好玩的故事能给我们讲 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 我一个月吃了一样董菜 那是 宫宝鸡丁吗 不是 猪肉炒饭 是因为我的朋友帮我写下来拼音 我那时候什么都看不懂子啊 我不知道这个菜到底怎么叫 后来 我又陷害你 你把人点他就拿去 男嘉宾你好 就是因为你是家族企业嘛 那你会对女方这边的家庭背景有那个要求吗 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 我希望我找的一个女孩子就是 就是喜欢我 性格开朗一点 因为当然 两个国家的人都需要性格开朗一点 去能接受你对方的那个文化 对 我只有这个要求 但是其他的方面 我要求不是 没有要求 好 来 我们来为他投票 如果想继续翻开后两张注册牌 请继续为他留牌 三 二 一 哦 走在那边 你知道你有多抢手吗 好 我们继续翻开他的后两张注册牌了解一下 我认为谈过五次恋爱 找过三个国家的女友 哪三个国家 瑞士 瑞士 泰国 泰国 和中国 五次恋爱三个国家 那哪个国家的人多一次 中国 你谈过几个中国女友 就三个 谈过三个中国女友 就只找过一次瑞士的女友 一次泰国女友 三次都是在中国找的 你真的很爱中国 真的 是从少林寺开始找的吗 在少林寺女孩就不是很多 好 来 现在想找拍朗温柔长发的中国女孩 各位 男嘉宾你好 是这样的 在网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问卷调查 而问卷调查的对象呢 都是外国男士 无一例外的 他们娶的老婆都是中国老婆 有一个问题是这样问的 说你娶了中国老婆之后 你发现中国的老婆和你身边朋友的老婆 就他们在生气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 外国老婆如果说 不好意思 老婆我错了 外国老婆就会说 OK 那么没有下一次了 但是中国老婆会说 错 错哪儿了 如果说你遇到的这样的问题 你会怎么办 其实因为我已经谈过两次爱 所以这个情况已经发现过了 所以 你怎么解决的 我特别想知道 我第一次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 之后再慢慢学 就是想 我真的哪里有错 然后说 其实我都错了 你能不能原谅我 男嘉宾真的太可爱了 谢谢 男嘉宾你好 可能爱情是一回事 婚姻又是一回事 所以我在想 如果你面临这种 这种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那种文化的差异和冲突的话 你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是决定到中国来 我是决定到上海留下来 那是应该 我是要学一下你们这边本地的 一点文化 如果是跟我父母 或者我家人见面的时候 那我可以帮人家 互相了解两次 他已经融入得很厉害了 从他爱吃糟毛头开始 我就说他融入得很厉害了 没有很有想法的一个男孩 虽然外表很突出 但是内心很烂 我想问一下就是 因为你的背景比较优越 然后我就想问 追你的人应该也不少 但是呢 这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真爱 就是真的很喜欢你 那有一部分可能是想 靠近你的光环 或者背后的财力等等 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那你是会 比如说交往的时候 会试探性的去看对方的目的 还是说你觉得你们在一起 那你的就是他的 其实我觉得 这个要分两个部分 结婚之后 我的是你的 找女朋友的话 那就要 你的还是你的 林大宾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你刚才说你喜欢中国文化 所以你想找一个中国的女孩子 做女朋友 你是想比较 比较传统的中国的女孩子 还是比较倾向 比较 也是中国的女孩 但是她也有一些西方的影响 有些呢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女孩 有些像她这种 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女孩 你更倾向于哪一种 已经有去过国外的那些 中国女孩子 会 都适合 可能比较 更合适一点 因为可能 之后 我想带一下我的老婆 到我们那边去旅游 或者看一下我们家人 然后她没有去过的话 她根本没有 没有办法跟家人联系的话 那有时候也有点难 这些基本的沟通 会有一些问题 明白了 投票 想选择她的主桌牌 不想选择 请翻牌 三 二 好 那现在来 你想了解你的女嘉宾 第三号 第六号 第三号和六号 来什么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们最难忘记的 男朋友分手的情况 是什么 分手的男友当中 哪个场景是你最难忘记的 我是我们分手过两岁 然后每次都是决定在 work it out 但是还是没有可能 然后很伤心 伤心了至少半年 以上 我就是 她是德国人 然后我说 你想不想来中国 我带你旅游 我带你玩 我带你看我家人 她说 没有 中国太远了 她害怕 然后不想了解 我觉得她是 很奇怪 她要谈一个中国女朋友 就是因为我 虽然是德国的 吉马 但是还是有中国背景 所以你不想去看一眼 所以你很伤心 很伤心 好 十张牌 所以你最多可以提 十个要求 第一个是 我吃好饭之后 那个盘子会 先不洗掉了 找不到干净的家具 那个长具的时候 我才会用你把那个洗掉 如果你们接受不了 这样的习惯 请翻牌 有人翻牌 好 来 第二个要求是 结婚了之后 不想生小朋友的女孩子情况 不想生孩子的 这很重要 很重要 对 因为她还承担着第七代 旁人的正常作用 总不能让这个相会 她手里就断掉 断了 好 没有 都想生孩子 来 下一个要求 不是愿意做 把那个宝宝的生到瑞士 那个女孩子情况 就是 只想生在中国 不想生在瑞士的清翻牌 这个应该不太会 好 还有吗 我没了 没了 没了的话 没提满十个要求 还有为她继续留着 顾客牌的女生 请选择一下 三 二 一 这两位还真是挺合适 我觉得 来 有请两位 两位女嘉宾都有国外生活的经历 也同样是中国女孩 那么两位为什么选择她 请告诉她 你好 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童贤华 我是14岁 出生在中国内 出生在北京 然后14岁的时候 离开了中国去美国读的中学和大学 我那一期去了 水能百里挑一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说 认为我可能太西化了 或者 too wild too much for local taste I guess 然后我希望找的一个男生 就是 他也有中西文化的结合 你和我是正相反的 所以我们可以互相补助 补充 还有一个 我不想让人家认为我是一个gold digger 因为我也是一个经济上很独立的女孩 我在美国是做地产经济 我自己有十多套自己的房子 都自己投资 然后我也可以很mobile 我可以住在世界的哪一个国家 因为我去过很多很多的国家 喜欢travel 所以我是一个很flexible 只要我的love在那里 I will be there as long as he's there 所以 我希望你可以 有机会我们可以多接触 多了解 有下一步的发展可能 谢谢 谢谢 对海迪 而且刚才 其实他本来也不太想像头 我刚才说了 自己有十几套房子 这个就是已经 做房产 对 已经能够说明一些 他经济独立的方面 来我们看一下海迪 男嘉宾你好 我在德国出生的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呢 我们背景还是蛮相配的 特别是因为我爸爸 也是自己开公司 所以我可以体验到 当CEO或者一个公司的老板 会有多么大的压力 所以也需要有人支持你 在你身边也陪着你 我也现在在上海 所以可以做到这一点 然后我觉得 我是一个很独立的女孩 但是我也需要人保护 所以我觉得你好像 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一起 游览世界 因为我们好像两个都算 很喜欢开阔眼见的人吧 谢谢 谢谢 好 那小佐 你听完了这两位的 对你的表白 你也先别忙着 着急就下结论 我告诉你 刚才电脑为你选择了一个姑娘 你想不想和这位女孩 有一个二十秒钟接触的机会 像吗 好 好 我告诉你 这电脑今天还真有点准 她找的这女孩呢 就是在你面前的这两个当中的一个 你猜一下是谁 你猜 是吧 董建华 猜对是吧 来 香喵喵动静时刻 来 我们计时开始 我怎么形容 心中的感受 你忽然Q5 好 时间到 这么做 Dubai 请回位 面对面前的两位女嘉宾 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告诉我们 这个很难 我觉得两个美女都很合适我 两个人都很合适你 对 等等 通贤华 是因为 是因为 我之前看着你的 你的另外一个 以前拍过的节目 但为了这个原因 我是确定到这边来 因为我已经 看着你 I believe in love at first sight 所以我只是 从那时候开始爱上你了 谢谢 然后我还有 还有个礼物 地毯 当然是地毯了 这一次我不在里面 要把同叶花卷在里面吗 哎呦 好漂亮 漂亮 是两只狮子是吧 是是 公狮子和母狮子 还有一个 它有一个比较深的意在里面 在伊朗我们永明的一个民族 基本上是一个女孩子 爱上一个男孩子的时候 他会给她织一个狮子了 那是因为 狮子是代表勇敢和力气 这次是反过来的 其实 我是一个男人 然后把那个地毯 送给你 因为正好 上面有两个狮子了 哪一个是 男人 哪一个是 女人 你想的是哪一个 尾巴不太一样 是 这个尾巴圆的那个是 你就当一个是女的 一个是男的 那是女的 OK 那是男的 对 谢谢 谢谢 非常好 好了 牵手吧 帅康超年 寄送给你们的小初宝 宝妙黄金 送上的新美食品 恭喜二位牵手 好 好 带着你的地毯 带着你的女朋友 带着我们的礼物 和大伙说再见 再见 再见 所有的安排是 想法是想到 一起去认识 去滑雪 因为我们两个人 都很爱滑雪 谢谢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中国杯装奶茶领导者 香飘飘独家 冠名播出的白礼挑衣 正在收看这个节目的 男人同胞呢 您可以登陆一下 新浪微博的帅康集团 参加帅康出行评选 如果批评成功呢 你将有机会到现场 和你心理的嘉宾 进行面对面的活动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 莫星老师好 明玲姐好 大家好 明玲好 电视之前的 我跟着朋友们晚上好 这搞得跟公主王子似的 三 二 一 请见面 就只留那张牌 李恒健 笑起来就是让人感觉特别温暖 就是感人很舒服的感觉 我对这种感觉就是特别的依恋 我希望我的丘比特之间能够击中你 在这个台上很久了 看到 丝毫跟丝远 他们现在过得很幸福 也很甜蜜 很羡慕他们那种感觉 我虽然有的时候很宅 但我也很喜欢看电影 我不想每次看电影的时候都一个人去看 很讨厌这种感觉 我觉得很凑巧的是 刚刚我就说过 我说 希望有一个文静的 爱笑的 外加幽默的 虽然我觉得 小男的幽默 是那种很冷的 但说实话 我确实很喜欢那种很冷的幽默 所以我觉得 就这么符合我条件的一个人 我没有 我没有理由不去做出尝试 我已经知道她的决定了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希望你能不能带我也去一下游乐场 前提是以男朋友的身份 当然可以 李层见面陈小南的这个牵手里头 很多观众也特别关心 二位怎么样 这个咱们这个大的这个叫什么高空的那种什么车也做了 是吧 高空的车 大轮牌 哦 那个摩天轮 摩天轮 他原来是做好这个计划 就选了两人做一次摩天链 而且拍了一个片子 观众都认为拍的真是不错 现在这么长时间了 给大家说说 说近况 还好吧 然后最近呢 也希望回家能够开一个自己的小店 大概基本上也就这种情况吧 你说的是事业工作上的安排 没说感情上的安排 我们感情也蛮好的 人家都是这样上来的 你们俩干嘛 我们属于老夫老妻的 但是我发现你们俩明显你闷说 你看他多羞涩 小男从来都不太爱说话 小男是在外面不怎么说话 然后在家里话比较多 我是在外面比较能说 在家里话比较少 正好互补 因为唐健他在我们这股男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换过一份工作 现在据说工作又发生了这改变 一年当中几乎换了两三次工作 是吧 你会觉得不踏实吗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他就是这一年当中成熟很多 所以我也挺高兴的 那你觉得他会这样有没有工作上的风险 你会不会担心 还好不怎么担心 是不是换句话说 工作这些全是生外事 只要你们俩彼此心意向意随便他怎么换 你都有安全感是吗 对 我希望他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行了 嗯 从你觉得小男身上有哪些变化 这么长时间交往 嗯 越来越懂事了吧 人家本来就挺懂事的 他妈妈也说 跟我待一块之后进步蛮大的 你这是夸他的还是夸自己呢 陆老师让你夸夸他的优点 我们还听着呢 说到最后还是夸你 那小男来说说 他身上优点挺多的 就是有一点缺点吧 就是做什么事有点怕麻烦 如果这件事 这个毛病改掉的话 就太好了 那咱来说说未来的计划 有什么打算和计划没有 其实我还是比较希望 希望做实业的 希望能够自己在商区啊 就老家开一家自己的甜品店 但也希望来上海 来上海这边 奋斗主要是增加一些自己 生活方面的阅历嘛 这样的话有更多的思路 来为以后的事业做铺垫 这样 要这样回了这个河南的话 那让小男怎么办 小男说我去哪 他去哪 小男真说了 真说了 给你多大的踏实感呀 对 好好珍惜这位姑娘 好好发展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 拜拜 来 请欢迎下一位 周传君27岁来自江西市董事长助理 大家好 我叫周传君 我来自江西 现在在北京一家外企做董事助理 我的爱情宣言是 执子之手 鼻子结老 我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一首歌 我唱歌可能不是特别好 但是为了爱情 今天我来到这个舞台上 谢谢大家 谢谢 我愿意为你 哦 错错了 sorry 错了 思念是一种 狠旋的东西 如影影 随形 无声又无息 涂抹在心底 转眼 涂抹我在寂寞里 我无力抗拒 特别是夜里 大声的告诉你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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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我姓名 谢谢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听到这样唱歌的 真的 你这还算发了你吗 七星票 谢谢 好 来看一下你喜欢的女生是几号 好 好 这样 好 谢谢您的提醒 好 谢谢您的提醒 好 谢谢您的提醒 一生正次 是跟你的职业有关系吗 可能跟我的爱好有关系 也可能跟我的家庭有关系 你爱好什么呀 我的爱好当中有一项是武术 我觉得中国人要把人就应该是职的 你看 你这人就奇怪 把自己的强项藏着 非拿着自己的短处出来 作为才艺展示 武术来一根吧 不过我真跟你说 这小赌在我们这舞台上 往往练武术都是外国人 对 这中国人还真没有 怎么好好练过武术的人 不多 那来一小段吧 好 简单的 因为穿着小装 好 没问题 我太棒了 你看这多被自己加分啊 你刚才唱歌 姑娘们都捂着嘴偷偷笑 你这一来 你看我们全鼓掌了 真持我就是这样 太棒了 你已经打了多少年了 因为我是将军人 南方打得太几很少 我是上大学之后才开始学的 一朝一世 拖剑功力 谢谢 男嘉宾你好 你刚才那个武术真的很精彩 真的为我们 很加分 加分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刚才唱歌啊 但是唱歌唱得不好 但是你的嗓音真的很好 我觉得可以放送一段给我们听吗 我觉得可以扬长臂端吗 可以试一下 如果大地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光 谁还需要星星 谁还会在夜里凝望 去寻找遥远的安慰 可以了吗 真的非常好 谢谢 声音真的很好 这才是你的绝活 武术加朗诵 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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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发现我可以去 声音有点像那个 而且我跟你说 以前我们节目来过很多男嘉宾 好生自己在哪儿 读过这个得读过那个 但那朗诵还真没有你出彩 谢谢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你特别擅长 郁阳先逸 就是你一开始 看上去不显山不漏水了 但是没想到真功夫在后面 然后我比较喜欢你的性格 就是比较内敛低调 所以支持你 谢谢 我觉得他说他很有道理 很多女孩呢 一见这男生 男生竟然是把他最能 最能干的事先给露了 结果发现呢 一天比一天刺 你这属于叫介入家境类的 对 就一首歌唱完 女嘉宾特失望 后来这你看一个太极一打 再这么一朗诵 真是 好我们来看他的名叫 我叫周传军 我来自江崎 毕业之后 我就留在北京工作 现在在一家香港公司 和董事长助理 虽然我总体来说 我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 但是我最大的爱好 其实是运动 我从小的时候开始练武术 但是家里不是很支持 所以很多时候特别练 到大学的时候 我是传门大学的 武术协会的会长 07年的时候 我是以大学生的身份 参加过一个 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 拿了两块金牌 和一块铜牌 我比较喜欢音乐 我第一次看到古琴的时候 我觉得它很好看 很漂亮 声音也特别有中国味 所以我就试一试去学习它 我今天27岁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一份爱情需要经历 有故事 会更有故事 跟踏实一些 大家好 我是周团鲸的妹妹 在我眼里 我哥呢是个非常多才多艺 能文能武的一个人 而且很正的一年 他很幽默 然后平常生活呢 也是非常有品质的 我希望我哥呢 找的大嫂能够贤慧 善良 然后希望我哥可以早点 把大嫂带回家 当面看呢 还不觉着 不觉着长干干净利呢 好 屏幕上出来 很清秀 很阳光 很健康 刚才那个真的是你亲妹妹 我亲妹妹 真是亲妹妹啊 对 她在上海 我一般呢 对这个男生 如果有个妹妹 我比较会看好的 因为她从小 会照顾妹妹 对 她会照顾人 有当哥哥的这种范儿 就当过哥哥的 也就是说 她会习惯性地 将来去照顾老婆 没错 对 会有这样的影响 来翻开两张牌 看一下 小松是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 人家学的是经济学的本科 在一家公司 担任这个董事长助理 年薪十万 你没学播音主是可惜了 对 比如说你嗓子条件多好 还有新样 我当时特别喜欢传媒大学 但是因为没有考 不能考这个专业 所以学了那个文化科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 没有这个播音主专业 没有不招这个 自个长那个明星脸 曾经拿过武术冠军 是 那是 是北京市第七届 国际武术邀请赛的冠军 天哪 是哪个项目 太极和国际规定套路 真可惜 你今天应该穿一身 这武术不来 特别崇拜他叔叔 而且小周还为妹妹 做一手好菜 真是这样 真是这样 对 我父亲做生意 老是在外面 我妈妈那时候是个职工 中午可能有时候没时间 我就得自己去做 跟我妈妈学 那将来会做给老婆吃吧 应该会吧 那妹妹吃醋了呢 妹妹会的 然而小姑子又挺难缠的 妹妹吃醋了呢 你现在都不错 给我吃了 老公给我咋个吃 怎么想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没事你可以建议你妹妹上 谁能摆得可以 男嘉宾 你好 这边 你好 我特别感兴趣 你烧的一手好菜 你最拿手菜是什么 男嘉宾 咱们就 女朋友第一次去 就你们两个人 三菜一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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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一下 三菜 我可能会做一个 香芋头蒸肉 香芋头蒸肉 然后是 肉我不吃 清蒸鱼 清蒸鱼 鱼可以吃 然后 三菜一汤吧 你配吗 你俩混了 配个素的 蔬菜就很容易了 其实什么蔬菜都可以 都可以 汤的话就是 清蒸鱼鸡蛋肉片汤 可以 怎么样 清蒸鱼鸡蛋肉片汤 听上讲挺好吃的 听起来很好吃 但是说实在的 我真没吃过 有机会做给您吃 好 很期待 看她这配出来的菜 不像什么锅 如果有的人说 一烤茶说 我菜做得特好啊 女孩子说 你会什么呀 我会番茄炒蛋 这样子吧 我觉得 因为我是一个 比较宅的人 但是我前面看 打太极 我觉得好像比较慢慢 蛮适合我们的 请要不教教我们女嘉宾 打太极吧 你穿着这裙子 还敢打太极 那个蹲跃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上班事也行 上班事简单了 上班事 那这不对了 那就是想找一下 那他这个动作很重要 那就换一种拳种吧 换一种拳种 永春会比较方便一些 哦 永春 永春 考虑到他们穿裙子的关系 没问题 好 来 你 这个周销炼 他胆够大的 穿成这样 要来练太极 这几个 你说就是叶问打得去啊 对 就李小龙的失落 对吧 后来你怎么左手右手不分呢 别说冯阿打得好不好 这真是挺唬人哪 跟我说你发现没有 不管我们跟他交流的时候 他怎么面带微笑 怎么调侃的时候 嘻嘻哈哈 他只要一练起拳来 全身贯注 男嘉宾你好 看了你的BCR 我觉得你的爱好很营养哦 你又一动一进 那么你动的时候会五顺 进的时候还弹古针 我很好奇 那不是古针 那是古琴 哦 古琴 那叫腹琴 不叫弹古针 谢谢你老师 你当时为什么要学古琴 对 这个问题倒是想问 古琴的话 我最早是在那个 那个三国演艺 都每一次 祝个亮出来的时候 都会有那个音乐 你是因为 你是因为看了电视剧之后 觉得男人就在那儿 那种 不不不是 我觉得那个旋律很好听 行 人律很好听 然后一直找没找着 后来上大学 再看到了他 然后我就想试一试去 你学多久了 学了有差不多两年 嗯 真遗憾 我们今天要有个古琴 是 有忙 有忙 带过来 哎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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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她的才艺 她的才艺 我对她现在已经 到了崇拜的比 是啊 这让我想想 一开始来唱歌 这种对比 王老师 您觉得是不是 这时候该 赌酒论英雄了 真是 我现在醉意 已经开始出来了 嗯 那好 我们如果想为她 翻开后两张牌 我觉得一定要支持她了 来 三 二 一 请投票 您知道 请不会把大伙 都给弹晕了吗 来 看见后来 老大军呢 恋爱过两次 有一点精神洁癖 她追求一种 平淡的浪漫 她希望找这个女生呢 是懂节型的女生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南美你好 你说你有精神洁癖 这点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的家乡是一个特别 嗯 就有山有水 有鸟鱼有花乡 所以我从小受这种影响呢 我比较喜欢那种青梅竹马 特别 就是两个人 两小无猜这样的 这种 算是那个爱情理想吧 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化 可能我的步伐还没跟上 但是我会 坚持我自己的一种 审美的一种 取向吧 所以我不希望女生就是 经历过很多恋爱 很坎坷的恋爱 这样的话 总会觉得有点别扭 这是可以跟你后面的 平淡的浪漫连在一起的 你就是那种 比较向往 简单一些 简单的爱情 对 南美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 你最受不了的女人怎么样 就是说 你和我在一起了 和一个男朋友在一起 新男朋友在一起了 但是你一直忘不了 以前那个 还会有她的联系方式 还会保持那种 我跟思连那样的 就是特别念旧的 没法去理说 那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来体会吧 比如两个女孩 长得都是董结这种型的 然后也都特别清楚自己要什么 也都是你喜欢类型的 一个谈过恋爱 一个没谈过恋爱 你会怎么选 在前提 如果说前面都是这样的参数在的话 我肯定会选后者 林阳老师 我觉得应该这样问 就是面前有两个女孩 一个是董结类型的 然后一个是小S类型的 董结类型谈过恋爱 小S类型没谈过恋爱 那你选哪个 董结 今天我想要什么 董啊 好了 来继续 请求你们的选择 支持她 选择她 请留拍 三 二 一 请投票 好 那接下来 你想了解谁呢 我想了解 十一号 十一号 王昭君 因为我知道你会跳古典舞 你是自己去学的吗 还是专业 我是小学的时候 学过一段时间 后来因为骨折 就没有再继续练了 是自己喜欢这种感觉 比较喜欢音乐方面的 好了 那接下来请你提出 对你来的基本要求 特别烦打麻将的情犯牌 你还爱打麻将 这好像跟你刚才的爱 有点想 只不过一个是出声 一个是 一个是他也出声 建议男朋友打麻将的情犯牌 虽然我是四川 我老家是四川的 但是我真的不会打麻将 是这样 因为我很长时间在外面 每次我回去的时候呢 我家人就会 起打鼓鼓鼓鼓 就会再起打麻将 因为麻将给我的印象 不是一个赌博的工具 是一个很文心的一个 一个印象 我们也不认为打麻将 已经是坏事 但是你这一个问题 让很多人把牌子搬了 下一个要求 下一个 就是他会特别希望 我会融入到 他的朋友圈子 我没去的这几次 因为有的 你的朋友圈子 可能我不是特别 能融入他们 但是每一次呢 他有个想把我带过去的话 我觉得很尴尬 一定要让男朋友 融入自己是摸圈的 请看看 来 还有要求吗 没了 全没了 你也别提要求了 已经没了 我告诉你 先开始后边 给你留的还不少呢 打麻将的问题 就干掉了90% 打麻将干掉了 真的干掉了 大家都对麻将有误解 没关系 反正每个人 每个人的性战好 每个人为的生活方向 要可追求 我们能接受 我们就接受 不能接受 我们也得尊重别人 对吧 但是呢 你也别着急 你也别着急 因为刚才电脑 还为你选配了一位女生 我不知道你想不想 跟这个女生 有20百分接触机会 她已经翻牌了 算了吧 算了 好 那电脑选的那位 不翻牌了 你算了 你选的这位 她也翻牌了 你算不算 我已经选了 是已经翻牌了 就是放弃了 放弃了 我喜欢有回应的 女回应你算了 也算了 哎呦 哎呦 这男孩真是我觉得 真的就应了 他说的精神洁癖 对 这绝对的 很坚决 如果你不给我留机会 我也不愿意 在这个地方 再做什么事 那我们要为大家 接下你的选择 好不好 好 他选择的是 11号 王昭君 太遗憾了 其实你知道 刚才 我脑子在想 最后的时候 最好他不许的情况 王昭君在旁边 跳一段 对啊 但我相信呢 小周一定在最后 曾经想为 他心爱这个女生 想谈一段 我特别想知道你 古琴也带来 准备他弹一个 是什么 有一个典故事 那个 司马相诺 他呢 被 他喜欢那个 卓文君 他一首曲 就把他 追到手上 把他 跟他四分去了 就是那个 叫做凤秋皇 凤秋皇 对 哎呀 遗憾了 如果我要弹 我就再弹一首曲 送给你 魏城曲 魏城造朝雨 易清晨 刻射清新有色 前 劝君更尽一杯酒 起初阳关无故 谢谢 谢谢 我建议你去跟 少君握个手 好不好 好 将来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 出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 不如平静